韓國瑜被指控當年跟台肥買房置產 有沒有涉嫌 官說施壓 台肥調查報告出爐 強調當事人所有借貸程序一切合法 身為他的最大股東 農委會非常不滿 對外要合法 對內要合無程序 我們覺得說應該有必要再去深入的一個調查 會將把相關的資料 會移請地檢署來做相關的偵辦 農委會不滿整份報告查不出個所以然 甚至提出六打疑點 先生認為以承辦人名義詢問金管會太草率 台肥最終同意借貸 但文件前後圈章卻不一樣 被質疑是偽造文書 而且台肥屬於上市公司高達13億金額借款 居然沒有經過東市會決議不合乎程序 狠狠打臉台肥 這個調查報告是由台肥公司 自己做出來的調查報告 那他所減付的內容是不是完全提供 這個我想我們不夠了解 要台肥交報告 農委會又質疑這調查不夠完整 宣案移遭檢調查個清楚 因為這結果等於間接幫韓國瑜澄清 韓班要執政黨踹共 痛批這案子從頭到尾就是要抹黑 整件事情從頭到尾都是抹黑 都是為了選舉的操作 所以當初爆料的民進黨立委 趕快出來道歉 不滿台肥報告 農委會提早疑點 炮火對準自家人台肥 比照之前程序7號先是週刊 懷疑韓國瑜耍特權後 農委會要求徹查表示會懲處 沒想到後來態度又轉彎 要求台肥提早調查報告 最後卻查不出結果 農委會強調借貸非個案 但豪宅案延燒至今 相關程序細節還是沒好好說分明 謝謝綜合報導